7月31日 中共中紀委官網 引述江蘇省紀委監委消息通報 江蘇省公安廳刑事警察總隊原總隊長 刑事偵查局原局長羅文進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公開簡歷顯示 羅文進生於1958年 長期在中共江蘇省公安廳工作 歷任江蘇省公安廳刑事警察總隊總隊長 刑事偵查局局長等 2018年7月退休 就在31日當日 江蘇省紀委官方微信公號通報說 東方證券員董事長朱科敏 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東海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是經中共證監會批准的 全國性綜合類證券公司 註冊地為江蘇省常州市 公開簡歷顯示 朱科敏生於1971年 曾經擔任航空工業總公司301所幹部 中共財政部條發司主任科員等 自2003年4月至2019年7月 歷任東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總裁 董事長 東海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9年7月 東海證券的一則公告 證實了朱科敏被江蘇省公安廳帶走調查的消息 公司在同日收到了朱科敏辭任董事長的辭職報告 當時市場不少人認為 東海證券和2018年爆雷的浮興系關係密切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 朱科敏涉案還與江蘇省常州市人大常委會 原黨組成員劉建國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直接相關 劉建國曾經擔任中共江蘇省常州市委常委 市委組織部部長 常州市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 2011年12月退休 2019年6月3日被查 7月30日中共中紀委官網引述江蘇省紀委監委消息通報 江蘇省市場監督管理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梵露宏涉案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據公開簡歷顯示 梵露宏自1987年以來 長期在江蘇省醫藥衛生系統任職 2018年10月至今 擔任江蘇省市場監督管理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7月13日中共中紀委官網援引江蘇省紀委監委消息通報 江蘇省政協提案委員會主任嚴明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而嚴明長期在江蘇省公安和國安系統任職 江蘇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 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 前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等人的老家 近年來江蘇官場持續震盪 江蘇原南京市長貴建業 南京市委書記楊慧澤 江蘇省委前常委兼秘書長趙少倫 江蘇常務副省長李雲峰等 多名省部級官員先後落馬 其中貴建業是江澤民的心腹 在江澤民的老家揚州主政長達8年 被稱為江澤民老家的大管家 李雲峰是李源潮的心腹大臂 時政評論員李燕明分析 中共北大河會議前夕 7月13日至31日不到20日 江澤民老家江蘇四名官員落馬 分屬金融、公安、國安、醫療衛生 四大敏感系統 預視著中共內外交困 危在單值之際 中共高層分崩離析 內鬥升級 習江搏鬥進入新階段 考慮到近期習近平當局針對政法和文宣系統 正掀起新一輪的清洗運動 北大河會議期間和之後 習近平會否有更大的清洗動作 值得關注 郁寶寧 福那 國安 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